卧槽 神作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黄 爱情公寓 大家都看过吧 前段时间我又重温了一边爱舞 在爱情公寓无礼 有两集中出现了楼下小黑制作的 猪猪公寓胎教动画以及手游 当时看到这个游戏 我就觉得这个游戏很有意思 心想会不会真的有这个游戏 结果 不止一个版本 于是我玩了几个不同版本后 选择了今天这款猪猪公寓同人游戏 猪猪公寓2 为什么是2呢 因为作者资金还有在更新 注册完账号后进入游戏 就是猪小布在指引我们 给我们介绍游戏的玩法 游戏界面的选项特别多 目前有12个猪猪 初始猪猪就是猪小布了 其他猪猪都是可以使用游戏得到的金币来购买的 游戏主要有4个模式 娱乐模式 无敬模式 剧情模式 并挑战模式 娱乐模式就是训练营 可以在这里练习连招 除夕猪猪技能 每个角色都是3个技能 猪猪技能都是根据角色的特点做的 比如猪一飞的谈异伞 猪掌博的创建商等等 可以看哪只猪猪更适合自己 考虑先购买哪个 剧情模式就是猪猪公寓里发生的大事 只能使用规定的猪猪闯光 使用哪个猪猪 除了背景音乐外 还会一直说他们的经典台词 击杀十只小怪 又会出现一个小boss 每三关就会出现一个大boss 辣酱大魔王 真爱病毒 牙刷大王 当中黑大王 蟑螂鼠 还有小龙虾的老大 大龙虾 甚至还有番外篇的榴莲大魔王 一共有21关 打完了剧情模式 可以玩玩旁边的挑战模式 挑战模式就是像公寓的 猪猪发起挑战 一个是七爷 另一个是Lisa 打赢他们有几率掉落装备 装备可以额外增加属性 有防具跟武器 我抱着尝试的心态挑战了 十级的Lisa 掉落几率只有6% 结果我第一次打赢就爆装备了 卧槽 神作 金币除了购买猪猪 还可以抽奖 抽奖可以抽到500金币角色 还有小黑的道具 我6%的几率都能掉 神作 得到的道具装备 都可以用游戏中得到的零件进行升级 道具可以自己主动释放 游戏最好玩的模式 莫过于无镜模式了 每层的小怪都会越来越厉害 不过相比剧情模式 无镜模式每层都需要 击杀15只小怪后BOSS才会出现 BOSS就是刚刚剧情模式出现的那几个 而且无镜模式每层通关也是有几率掉落装备的 每个猪猪的最高等级是100集 刚刚说到的娱乐模式 除了训练模式 还有一个绝地娃娃机 投入奖券就可以游玩了 好玩是好玩 就是容易抖 还有脑难 里面是一些关于爱情公寓和猪猪公寓的问题 每答对议题就能获得10金币 游戏虽然不能连机 但是却有排行榜 刚刚前面说的账号 用处就在这里 有无镜模式的排行榜 还有猪猪综合等级排行榜 还有限时活动排行榜 参加限时挑战活动还可以获得实物奖励 而且界面时长有猪猪走过 作者真的特别有心了 猪猪虽然等级有上线 但是无镜模式是没有上线的 正如作者所说的 没有 因为爱情公寓没有终点 那么本期视频道具就结束了 你们就给个三连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了个拜